欢迎您每周三晚间八点准时收看由台湾珠宝艺术学院为您直播的三八珠宝教室 我是卢春雄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大竹美学杯珠宝以及文创设计大赛 它的节稿日期是7月15日 这个比赛其实主办单位很重要 是重庆市政府的一个大竹石科文创管理委员会 那这边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旅游景点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就是中保协 中国主要掌管珠宝产业的组织 隶属于国土资源部向下的一个最高权责机构 那有了这两个主办单位 其实我们大概就可以对于整个活动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品质保证 同时承办单位涉及到时尚产业 房地产或者是开发建设 甚至还有一个美学珠宝设计的一个公司行号 那意思就是干嘛 讲白一点 这个比赛他们就是要好的创作好的作品好的设计 那大竹石科是世界八大石窟之一啊 跟敦煌云钢龙门石窟齐瓶啊 这个石窟还很特别 我还很幸运曾经去玩过 甚至在现场还买了一本书回来 那个都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那一个旅游经典 他就是只停留在他的当下 所以他们希望让整个大竹石科的艺术能够走出去 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他们 重新挖掘并应用现代艺术中的表现形式 透过比赛来把它演绎 千年的一个艺术碰撞 也让文物活起来 让他能够走进新青年的生活美学之中 那我们为大家整理了几个相关的一个参考文献 文章的连结 大竹石科 那总共有75个地方 然后照相有5万多座 那就是散布在整个重庆的大竹区境内 那照相史仪出唐 从唐弹开始就开始课了 那那个人类的信仰其实很 力量是很大的 经历了唐末五代 甚至两兆 南北兆 那是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一个封碑 见证了九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的一个世界石窟艺术的一个水平 那它是在所有石窟里面算是最后诞生 也就是最年轻的 那因此呢 继承了很多石窟的风格形式 那这个石窟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非常民族化世俗化 具有非常鲜明的中国风格的石窟艺术表现的一个典范 也被世界遗产名录列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把它列入 因为很有它的一个价值性 那主办单位呢 就是渊源于这个基础 然后希望把它火化应用 因为你不可能去把那个石像拔下来嘛 我又不能去复制它 那干脆我们来创造新的东西 那因此诞生了大竹美学 原创珠宝文创的一个产品 开发的一个构想 参加对象谁都可以 那他们也很积极的应用石雕 石科 雕科 然后去发展成产业 所以已经汇聚了相当多的一个雕科企业 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边等于是一个雕科 石雕 玉雕 木雕 铜雕的一个什么大本营 聚集了26位国家级 以及省工艺美术大师 形成的一个雕科创业 创雕科类别的一个产业 总共有526个单位诞生 这个是相当可观的 已经产业结构雏形非常的具体 那主办单位祭出的奖金 跟奖项都还不错 都有上达1万元的人民币 当然也有荣誉证书之类的 那活动期程基本上就是 结稿日子要在7月15日 那评审就在7月底 然后大概在颁奖典礼 大概10月就可以揭晓 那他们希望呢很简单 参赛规则就是充分表达文化理念 有一些文创的内涵历史性艺术性 那可以制造生产延伸性 识别性也就是能够看出 从大石的一个石雕 石窟艺术里面延伸出来的 那希望的部分 这个我们只针对手势 那文创的东西就是非常多元 那所有手势类别 它基本上它都是支持的 而且它希望你是成套 成系列的方法在提交 讲白一点就是利用比赛 收集更好的创意 买设计图的一个概念 那材料也不太限 就是以天然宝石贵金属为主 其他的一些创新材料 它也接受 那必须能够有实用性 实用性然后可以被复制量化生产 在制造上面没有问题 然后表现的内容 当然要健康积极的 那因此呢 一个参赛者可以提交三件作品 然后基本上要缴包边标 那以A4为表现的图稿的一个尺寸 大事上的模式差不多啦 产品设计图如果被选上 那它们会有组成一个指导老师的一个团队 然后对你的作品可能做一些微调 优化更深化更精进 让它变成更适合 然后再来就是 它们最后会把它转入商业化 也就是跟珠宝企业销售渠道做结合 然后向市场推广 其变成产品销售 当然也会有很多机会 跟国内的一些大型的一些展会 进行展示交流的一个机会 那诸作前声明 它当然就是你整个得奖的作品 它就要交给他们啦 你不能去抄啦 这些就是大同小异 那我们来看一下 相关的一个产品参考 与意见敦煌 这个我以敦煌的这个产品 其实敦煌它也企图 就是也有研究 它们可能走得比较前面一点 然后有一批那个文创的珠宝系列 做起来我看一看是 还没有很成熟 因为这个部分好像还没有到 风格形式是很明显 可是就是所谓的现代化 Fine Jewelry 的一个标准 或者Contemporary Jewelry 的标准 还有带商榷 还有带商榷 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形式上还没有 我觉得那种 荣誉的那个特色 还没有把它表现出来 那当然这就是要比赛 那个透过大家的智慧 集市广义 来提出 好 这个是一个敦煌的一个定义 那我想要给大家几个观念 我的动心起列很简单 其实整个诉求 就是有点佛教珠宝手势 就是佛性珠宝 佛系珠宝 或者禅心 或者禅意的一个珠宝 因为这就是佛教很典型的一个形态 所以当然离不开佛菩萨的造型 一些法像手印背光 加沙什么诸如此类的 莲花或涅槃 那佛意的一些禅意 那个有一些什么 足啊禅啊 烟啊 水啊 静啊 物啦 道啦 虚啦 无啦 空啊 白啦 这些都很 都是概念 都是概念 那我们来认识一下佛像 佛像其实就是佛陀了 他当然会有所谓的背光 头光 肉籍 有没有那个白豪 身光 加沙手印 还有那个连伴啊 台座诸如此类的 当然还有菩萨 那菩萨就会有法际啦 画佛啦 宝冠啦 什么背穿 晚穿的阴落 天衣 持物 上裙 还有什么台座 那当然还有罗汉 罗汉这个都是在这个大族识科里面 处处可见的这些形象 然后包括伟天将军 也是在这个雕刻里面 大族雕刻里面 甚至还有 金刚丽氏 也就是守护迦兰 这是很常见的 那佛像的一个衣装 从那个右肩加沙啦 那个通肩加沙啦 以及什么双领加沙 这也是很很普遍的 尤其到唐朝的时候 已经进入到 随着气候变化嘛 也是很正常的 因为佛像起源于印度 东传到中原 然后又有 中原又有那个华北 华南的一个落差 那他的谈坐的一个知识 就有各种不同的形态 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这都是很自然的 甚至还有这个自在坐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手印呢 就有也有各种不同 那个丝无味啦 燕印啦 诸如此类的 这些都是在佛教形式里面 很容易看到的 那其实讲到佛教 就是我会联想到的 就是四大家样 一个就是那个 张生瑶 他因为他带入了一点透视的概念 面短而言 这个比较不容易表现 再来一个就是曹仲达 曹家一样 就是俗称的曹衣出水 那也就是那个整个服装 好像能从那个水里面 站立起来 那的一个形式 那个皱褶全部就贴身 再来就是无带当风 这个无道指画图 他就会干嘛 一带勤摆飘扬 满壁风洞的一种气势 就是他很大的一个特色 讲白一点就是 就是想象那个 所有人物啊 前面有一个垫风扇在吹 然后飘飘然的一个感觉 有点那个画仙 神画 那个仙画的一种情境 其实讲白一点 人跟仙 人跟神差在什么地方 神仙会飞啊 人就是只能在地上走啊 然后再来就是水夜观音 这是那个晚唐周房 他的那个志在座 就是那个 有点类似 俏咖连嘴与手 就是佛像的一个形式表现 然后就是周家样 大家可以去理解一下 同时呢 像那个刘彦 刘延 王霞金的作品 那那个他们创作出来的一些形式 这是台湾很有名的一位雕塑家 李光玉大师 他是好像台北艺术 台北北一大的一个教授吧 好像是 他很多他的一个创作 那个在台大医院站 或者是士林大道 跟那个延吉街口 那个有一个那个雕 公共艺术也都是 台大医院站也都是 再来就是吴清大师 他也雕了很多诸如此类的一个形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是从木雕 然后再把木头 进过拖拉柱 然后转化成金雕 那这个是 再来其实 我印象中 那个王霞君的留言 他曾经有一段时间 很多年了 有出过 有做过一些类似 像那个以佛像诉求的 一些造型流离的产物 这个也是让我印象蛮深刻的 其实全球佛教徒也有五亿人口的一个信仰 所以这个信众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由于佛教徒提倡的是平等和平博爱的思想 所以比较没有什么民族性限制 所以一般世人都认定基督教伊斯兰教 佛教为世界三大宗教 那很明显就集中在东南亚为主 这个欧洲就 澳洲就相对比较干嘛 人口信仰的人口就稍微少一点 那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基础的 而且 这我个人也还蛮喜欢佛法的 那我对那个佛学的一个思想 那个还有一点有点兴趣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如鹿亦如电 金刚经的一个论述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台湾珠宝艺术协议为您直播的 三八珠宝教室 就是每周三晚间八点提醒您 那台湾珠宝艺术协议其实 宗旨很简单 我们就是要积极辅佐新境人才的就业跟创业 把自己定位为珠宝职训育成机构 也就是因为台湾珠宝企业都不大 那那个所以呢 二三十个公司已经算很大了 所以一般新境人员没有什么研究教育训练 然后大学科系又缺少了这个科系 所以这个隔行如隔山 所以我希望把它化解掉 就是能够拥有专业才能够成就事业 也让所以呢我们竭尽所得的把很多珠宝设计 珠宝工艺以及珠宝营销的知识 专业技术系统化 标准化 步骤化 透明化 透过线上分享出版品的一个影带 其实用意很简单 就是帮助大家快速掌握这个行业的一个 关键知识 关键技术 关键的一些要素 帮助大家在这个行业里面产生作用 那我们最近也开始了每周五的专题讲座 那个场势非常的多 那即将在这周五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认识珠宝首饰贵金属 那这个各个场势大致当就是这样 您可以追踪 那也欢迎您加入台湾珠宝艺术学院 这是免费的一个参赛群组 我们会透过各种形式 将最新最即时的 然后也很乐意的将这个简报资讯内容提供给您 那即将在6月16号结稿的一个那个鼠袜 的这个第十四届为切割钻石的一个设计大赛 然后我们也介绍过 再来就是在6月19号 JMA香港它又重新拱告了 所以这个活动其实在九夜的香港珠宝展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展演活动的一个形式 再来就是我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一个大足美学杯的珠宝 或文创的一个设计大赛 我是独春雄 我很期待下周三见 拜拜 谢谢您